台中市雾峰发生了一起国中生溺弊的意外 有一名苏姓国中生趁着学校运动会补驾的时候 前往了中正桥附近捞鱼 但是却不慎跌落了深潭 而消防队员紧急赶到的时候 他被救起的时候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 消防队赶到干系救援 国中生已经漂浮在潭面 由于水深不可测 消防队员穿着潜水衣下水救人 跳在这水栏上面 那我们同仁就赶快准备器材 绳索到下面准备要救援 潜水装备到跳水之后把他拉到岸边 13岁的苏姓国中生被救起时没有生命迹象 救护人员持续施移CPR心肺服输术 但仍旧回天罚术 消防队员指出 17号下午4点左右 苏姓国中生在雾峰的干系捞鱼 却不慎跌落深潭 钓鱼的一对夫妻看到他在捞鱼 这边刚好有一个高级度的残骂鱼 让他们坐在那边钓鱼 实际回到现场 平静的水流看似溪底很浅 甚至鱼群鱼罐的悠游清晰可见 但其实暗藏危险 水流冲刷的潭底深不可见 消防队员指出 这处深潭不时有民众前来钓鱼或捞鱼 传出意外 苏姓国中生趁着学校运动会补驾 到西边捞鱼游玩却忘送性命 谢谢大家